安哲是躲蘑菇 他毕生的使命就是养出一颗自己的包子 但有一天 他把包子弄丢了 他满世界找了很久 终于在新闻上看到了眼熟的包子 安哲绝望地敲开人类军方某位上校的家门先生 您好 您研究完 可不可以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2030年 第四消失 失去保护的地球 被太阳射线摧毁了一切 一气失灵 工业停摆 所有信号消失 人类面临大停电 宇宙射线再来的皮肤病 癌症正在杀死人类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 基因污染 才是噩梦的开始 这些污染会出现在所有生物之间 污染指数越高 基因转换速度越快 人类至此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 一直到13年后 人类建造了人造磁集 试图以这微弱的磁场 来抵挡宇宙射线和太阳风 人类也开始围绕磁集 建造了人类基地 但威胁依然没有消失 某个深渊之地 一群人类被有一怪物打得节节败退 面对源源不断的怪物 众人只能仓皇撤离 安哲为了救同伴 被一根藤蔓半倒在地 但这些同伴在撤离与救援他之间 很明显选择了前者 安哲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在他愣神看着同伴背影之时 暗处伸出一根骨刺一下 刺穿他的胸膛 安哲就这样绝望地倒在深渊 许久之后 一根藤蔓将他拖进了山洞 等我死后 你就把这具身体吃掉吧 这样 我好像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静谨的山洞内 小蘑菇释放军丝 便指安哲全身 这些军丝不断试图修复 被骨刺洞穿的胸膛 在这些军丝的作用下 安哲总算勉强睁开了眼睛 别白费力气了 不用再帮我止血了 你止不住的 小蘑菇似乎没听到 依旧在试图修复伤口 这些军丝在修复伤口的同时 也同样吸收了那些流出来的血液 经过精英的吞噬 小蘑菇很快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他喃喃念着这个男人的名字 安哲 安泽没想到 他可以这么快就学会人类语言 看来这个地方污染指数真的高 既然你学会了人类语言 等我死了 你把这具身体吃掉吧 还会获得更多东西 这样我也好像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在人类社会 安泽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所以那些同伴可以随意抛弃自己 但是没想到 他能在死之前遇到这样温和的生物 这也算是一种赌偿了吧 安泽再次咳嗽起来 伴随着这阵咳嗽 鲜血顺着指缝流出 小蘑菇也察觉到他生命正在急剧流逝 他安慰安泽要活下去 但安泽知道自己身体早已撑不下去了 别白费力气了 我不行了 这是我的ID卡 人类基地的通行证 在人类基地内 没有一种能逃过审判者的眼睛 小蘑菇以为安泽是要他去人类基地 可当安泽听到后 却激动起来 这也使他又是一阵咳嗽 别去 那里 只有人类才能进入人类基地 没有一种能逃过审判者的眼睛 可一向温顺的小蘑菇这次却拒绝了 他有必须要去的理由 他的包子被人类拿走了 在失去包子的地方 他只找到了一枚黄铜色的蛋壳 自拿起那枚蛋壳后 他便再没松手过 死亡在深渊里最为常见 把包子养大 是所有蘑菇此生唯一的使命 安泽的伤势愈加严重了 他咳嗽几次后 艰难地抬起手 触动着身上的军司 想劝说他放弃这个想法 你没有攻击力 也没有防御 你只是一只很小的蘑菇 说完这些 安泽闭上了眼睛 在安泽死亡之后 小蘑菇释放数以亿计的军司缠向他 这些军司开始包裹安泽全身 慢慢地 从这些军司中诞生出一具新的躯体 这具躯体光洁无瑕 随着一只脚轻踏上布满苔藓的地面 安泽睁开了眼睛 他回头看了眼安泽的骸骨 走上前将其轻轻抱在怀里 安泽 我能帮你回去吗 小蘑菇最终还是换上了他的衣物 他翻动着安泽的包裹 从里面拿出一张地图 再看了一眼手中的蛋壳后 小蘑菇终于踏上了寻找包子之路 小蘑菇似乎没有天敌 任何生物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却唯独惧怕蚂蚁 根据地图上的指示 要去北方基地的话 就要一直往东北方向走 还要经过第二平原 可安泽现在还没走出深渊 这一路上 他看到许多前所未闻的画面 比如一棵松树弯下树干 吞噬一条有两只尾巴的巨猫 在他愣神看着眼前这幅画面时 从草丛里探出只长着六只眼睛的犬类生物 安泽被吓得不敢动它 任由那只生物在自己全身嗅了个遍 可这只生物似乎对安泽并不感兴趣 在嗅完安泽后 便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 这个深渊内 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怪物 但他们似乎都对安泽不感兴趣 这也使得安泽可以一路顺利的朝着东北方向赶去 他日夜不停 累了就变回蘑菇在泥地里休息 经过几天日夜不停的跋涉 安泽终于来到了二号平原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 二号平原与深渊的环境截然不同 这里十分干燥 安泽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恢复体力了 于是 他开始尝试人类恢复体力的方法 睡觉 在他睡意朦胧之时 一个黑色身影站在了他面前 这股压迫感让他睡意全无 安泽骨子里的那股站立 让他知道眼前的生物正是自己的天敌 蚂蚁了 小蘑菇遇到了人类 可他的眼神里 为什么充满了战友的欲望 安泽一个闪身避开了蚂蚁的致命一击 但不幸的是 一只手臂还是被砍断了 他不敢再去犹豫 迅速朝着前方的灌木丛跳去 在跃起的一瞬间 安泽周身涌现出无数军丝 眨眼之间那条断臂再次重新生长出来 安泽躲进灌木丛的下一秒 边见到那只蚂蚁瞬间断成好几节 在他身头想看的仔细时 三只黑洞洞的枪口便抵在了安泽的脑袋上 安泽立刻举起双手 我投降 见安泽没什么威胁 其中一人再择了一口后 目光更加放肆地打量起来 你还别说 这小模样还挺不错 但也得按照规矩检查伤口 你自己拖 还是我帮你 安泽不敢动他 幸好另一人这时站了出来 霍森 别在野外犯病 安泽 你跟我来 说吧 便转过身子 安泽紧紧跟上那人 你们是要回北方基地吗 前面男人随口应了声 算作回复 那 可以戴上我吗 面对安泽的请求 众人经过一番商议 决定等收拾完战利品 他没有变异的话就戴上 在互相介绍一番后 安泽总算知道了大家的名字 为首的男人叫范斯 刚刚让自己脱衣服的叫霍森 剩下那名男人叫安东尼 初次走出深渊的小蘑菇 就被劫色 这一下该如何脱身呢 小蘑菇从范斯手中接过匕首 在戴上手套后 开始细细切割着蚂蚁腿 接着将切下来的蚂蚁腿 整整齐齐地摆在一旁 这时 本应在放哨的霍森 走来一把搂住小蘑菇 他眼角的余光 毫不遮掩地打亮着眼前的可人 小宝贝 别被恶心吐了 范斯察觉到小蘑菇的处境 替他赶走了霍森 小蘑菇对范斯的出手相助很感激 他走上前想去帮忙 但范斯怕他被扎伤 让他在一旁看着就行 站在一旁的小蘑菇 忽然注意到 地面上有暗红色的水珠 似乎安泽身体里流出的 也是这些水珠 难道有人被划伤了吗 在收拾完战利品后 小蘑菇便被安排进 最外面的休息室 随着汽车的轰鸣声响起 这段以北方基地为目的地的旅程 也算正式开启 小蘑菇躺在休息室内 忽然听到驾驶室内的范斯 和安东尼的交谈 听俩人谈话 似乎安东尼的情况有些不对 他想去了解情况 但此刻休息室内一片黑暗 什么也看不见 呼的 小蘑菇睁开眼 他有些茫然地看着 突然打开的舱门 接着便见到一只手伸了进来 是霍森 霍森不断逼近小蘑菇 小宝贝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不会开车 用不了重武器 你的队友总不可能 带着你刚看着吧 像你这样的小窗户 我见多了 不过这么漂亮的 还是第一次 在这个末世 你没必要因为死亡 和任何人道歉 因为下一刻死的 可能就是自己了 面对霍森的逼迫 小蘑菇赶紧从包里 磨出范丝 交给自己的匕首 被欲望充斥脑袋的霍森 哪能察觉他的小动作 即使休息室外 传来剧烈的打杂声 他也只是以为 安东尼等不及了 强烈的窒息感 使小蘑菇有些恍惚 可下一瞬 他瞳孔一阵 似乎看见了某些恐怖的东西 顺着小蘑菇的视角 看去 舱门外正站着一个 半人半怪物的东西 怪物在察觉被发现后 紧接着俯下身子 霍森忽然发现 身下的小窗户 浑身发抖 他是在装可怜吗 不等他细想 这个他本以为 可以随意蹂躏的小宝贝 浑身射出无数军司 这些军司在打断霍森的同时 也一并打开了车门 小蘑菇不敢耽搁 立刻拽着霍森跳下车子 可怪物并不打算就此收手 依旧紧紧跟在小蘑菇身后 车内的范丝 通过监控 看到了跳车而逃的小蘑菇 他眉头一皱 立刻掉转车头 朝着小蘑菇开去 本在逃跑的小蘑菇 也察觉到了 范丝在接近自己 转身朝着车子跑去 在人与车厢接触的一刹那 范丝一把将小蘑菇拽进车厢 随后立刻关上车门 小蘑菇想问霍森怎么办 但范丝直接掉转车头 表示就不了了 的确 通过监控 已经可以看到 那个怪物 在吸食霍森的脑水了 当生离死别成为常态后 死亡似乎也不再那么可怕了 范丝似乎猜到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随口问了句 是安东尼变异了吗 小蘑菇听言 忍不住低下了头 对不起 我看到蚂蚁假片上有血迹 如果早点说出来 说不定 范丝打断了他 安东尼没有变成蚂蚁 我们之前还遇见了 一群变异的蚊子 毕竟无数次生离死别的范丝 早已看待这些 安东尼的死在他眼中 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只是因为他想回家 所以隐瞒了受伤的事情 他知道 如果说出来 就必定会被抛弃 倒不如赌一赌 那霍森呢 闻言 范丝的表情更加无所谓了 霍森这人死得不冤 他手底下 至少有五条人命了 如果不是实在人手不够 我也不会和他合作 他当时在干什么 欺负你吗 小蘑菇转过脑袋 不愿再去提及 车内迅速陷入安静 隔了好一会 范丝才重新开口 我有个弟弟 和你差不多大 之前出野外 都一直在一起 果然 这句话又让小蘑菇 重新好奇起来 他问那个弟弟 现在在哪 死了 两个月前在基地门口 被审判官杀了 听到审判官 这个陌生的词汇 小蘑菇一愣 他的反应倒也让范丝 好奇他是哪儿的人了 对此 小蘑菇只能表示 自己以前不和人打交道 范丝没再多问 但还是解释了 一番这所谓的审判官 小蘑菇终于来到了北方基地 老公在这都等好久了 基地内有个制度 叫审判者法案 众人依据这个制度 从而创立了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隶属军方 地位很高 叫审判庭 审判庭的成员 被称为审判官 他们一般都在基地门口轮职 每个人都有杀人执照 杀人不会犯法 那天 范丝带着弟弟回到基地门口 运气似乎和他开了个玩笑 他们碰见的 不是普通的审判官 而是他们的老大 大家都喊他审判者 他再看了一眼 便朝弟弟开了枪 没有任何理由 范丝虽恨他 但也没有丝毫办法 因为基地里恨他的人太多了 不差自己一个 说不定自己哪天 也会被他打死 小蘑菇有些慌了 他想问那位审判者大人 真的可以将 所有的一种认出来吗 面对这个问题 范丝沉默下来 好片刻才达到 死无对证 宁可错杀 也不放过 要是真的一种混进基地 肯定会被发现 今年一整年 才发生一起一种袭击事故 这番回复 让小蘑菇更加坠坠不安 他擦了擦 因紧张过多流出的冷汗 他想悄悄离开了 回到怪物丛生的旷野 虽然不确定自己能活多久 但一定会比明天更久 可是 一想到包子 是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 他还是忍住了逃跑的想法 就这样 小蘑菇一路跟着范丝 来到了北方基地 小蘑菇与老公的初次相遇 就被他当着众人面 强行戴上手铐牵走了 小蘑菇一路紧跟范丝 来到人群后方排起了队 他满脸紧张地朝四周张望着 周围全是穿着黑色警服的审判官 小蘑菇不敢多看 下意识撇开 也是这一刹那 他神情一致 不远处 一名擦拭枪支的男人 吸引了他的目光 男人有着一双清朗的毛子 他也同样注意到了小蘑菇 俩人眼神相接的瞬间 小蘑菇便见对方举起了手枪 身后的范丝 见小蘑菇迟迟不动 转头想问原因 哼的一声枪响 范丝应声倒闭 小蘑菇终于知道 他是谁了 这就是审判者 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死 无论是谁 不需要理由 范丝死了 接下来该轮到自己了 既然来北方基地是自己的决定 那么接受审判 就是自己的结局 不论结果如何 小蘑菇心里默默数着数 本以为在第三声 就会步入范丝的后尘 可直到第十三声的时候 对面审判者依旧没有动作 终于男人收起了枪 然后对小蘑菇说了句 蹲我来 小蘑菇低垂着脑袋 默默等他先走 可眼前之人始终不动 小蘑菇抬起脑袋 满脸疑惑 他怎么不走呢 男人声音愈加冰冷 伸手 小蘑菇听言 乖乖伸出双手 就见对面审判者 掏出一副手铐 咔哒一声 将他带你 随即在众目睽睽之下 牵着小蘑菇前往审判庭 乖顺可爱的小蘑菇 碰上高冷无情的路上笑 俩人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小蘑菇发现 人类真的很奇怪 在审判者射杀范丝时候 没一个人说话 城内肉眼可见之处 都布满了防御设施 不远处 几名审判官 正在审问一名男人 你的妻子呢 这次和你一起出城了吗 通过安泽的记忆 小蘑菇了解到 感染者的记忆会受到影响 所以审问也是辨别方法之一 男人带小蘑菇来到一扇门前 随后掏出对讲机 审判庭 陆峰 申请基因检查 话闭 铁门应声打开 陆峰拉着小蘑菇走了进去 这间屋子里 摆放着各种不知名的玩意 屋子中间坐着个金色头发的男人 男人在察觉陆峰到来后 便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伸手推了推近况 陆上笑竟然会来到这里 您不是一向用子弹解决问题的吗 面对男人的调侃 陆峰面无表情地提醒一句 请您配合 博士 金发男人听言一愣 好片刻 才转身对小蘑菇说了句跟我爱 小蘑菇赶紧跟上 在博士的指挥下 乖乖躺在仪器上 随着针管开始抽取血液 小蘑菇紧张地撇过头 男人看了眼血液颜色 随口说了句 血液颜色很健康 这话让小蘑菇误以为 男人是在夸赞自己 赶紧礼貌地回了句 谢谢夸奖 陆上笑带着他的小胶器来体检了 不过 小蘑菇似乎很害怕这位陆上笑啊 听到小蘑菇和自己说谢谢 博士明显一愣 好片刻才忍不住哈哈一笑 好了 血液送去基因检测 时间一小时 全身增强扫描 预计要四十分钟 不要动 空气中的嗡鸣声 好像深渊里那些遥远的夜晚 又向大海发出沉闷的波涛拍打声 这种感觉 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 小蘑菇知道 这或许就是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四十分钟了 等到结束被发现 自己就会被那位审判者大人 毫不留情地射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听博士说可以了 手上机械环自动松开 小蘑菇被博士扶了起来 他告诉小蘑菇 自己需要去看血浅结果 他可以先去椅子上休息一会 说完还不忘摸摸小蘑菇的脑袋 小蘑菇头发乱糟糟地坐在椅子上 等候血浅结果 眸光一瞥 便看见了同样坐在椅子上等候结果的路上校 翡翠般的眸子 作用在这位上校眼中却如此冰冷 小蘑菇被看得一哆嗦 他悄悄转过身子 试图以这样的方法来避开上校的审视 终于 博士来打破了这种尴尬 他在看了眼手中的基因报告后 便表示没有异常 他们可以离开了 陆峰还是有些不放心 再次询问他是否可以百分百确定 对方是人 面对质疑 博士却露出了淡笑 虽然可能会让你失望 但我们确实没有找到任何把分 你看 人家小朋友都不愿意理你了 小蘑菇快被吓呆了 这个冷面老公又毫无预兆地杀人了 面对博士的调侃 陆峰冷声命令小蘑菇转回身子 小蘑菇听言 虽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却也只能慢慢转过半边身子 你怕什么 面对上校的问题 小蘑菇不是该如何回答 只能抱着包裹 再次沉默起来 见此 陆峰也失去了聊下去的耐心 他起身戴好帽子 然后回头看了眼 还坐在椅子上的小蘑菇 还不走 小蘑菇赶紧站起身子 跟在上校后面 俩人一前一后 朝着出口走去 不然 走在前面的上校停下了步子 他在沉默 数秒后开口道 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直觉你不是人类 小蘑菇被说得一哆嗦 但还是忍着内心的慌乱问了句 那 第二眼呢 这个问题 陆峰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掏出检测报告 再次确认一眼 才对小蘑菇做出警告 这是我第一次申请基因检查 你最好是 小蘑菇接过对方手中的报告 再看了眼后 俩人又沉默数秒 陆上校才重新带着小蘑菇 向出口走去 在临近出口时 他们遇上了一个队伍 这个队伍正压着一个男人 不知去往何处 队伍领头的长官见到陆峰后 恭敬地打声招呼 然后解释起 身后压着的这个男人 高度怀疑感染体 但没有决定性证据 所以家属强烈要求 进行基因检查 陆峰在撇眸看了眼后 随口应了声 俩个队伍就此分开 可紧接着 小蘑菇就听见了一声枪响 这位审判者大人 居然又毫无预兆地 朝那个队伍中的男人开枪了 陆上校对小蘑菇 真是异常宠密嘛 居然破格为他解释起来 上校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男人 神情冷漠地说了声 没有 人群中的女人 被这一幕刺激的 疯了似的大叫起来 小蘑菇看着身旁的陆上校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眼神 那是一种透进鼓子里的冷漠感 或许对于审判者来说 杀人是比姑息还正常的事 他不会因此 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因为他早已经看惯了 小蘑菇一路跟着上校来到出口 这里摆放着 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 是范斯的尸体 小蘑菇蹲下身子 想掀开白布 再看一眼范斯 却被一旁的士兵伸手挡住 士兵告诉他 这个佣兵队已经无人生还了 所以装备物资将由基地回收 战利品折算货币 与抚恤金合并向家属发放 说着掏出一张ID卡 递给小蘑菇 小蘑菇沉默下来 过了片刻又问士兵 他们要把范斯带去哪里 士兵看了眼这具尸体 简单回了具焚化炉 听到这个回答的小蘑菇 再次沉默下来 身后的陆锋健壮 也不得不提醒他 还没拿ID卡 闻言 小蘑菇鼓足勇气 脆脆般的毛子一鸣 他伸手 逃出腰间的手枪 然后向着范斯尸体出去 接着用枪口轻轻挑开白布一脚 小蘑菇顺着这个视角看去 下一瞬 他就愣住了 范斯的指尖上 有着一个很不显眼的刺伤 小蘑菇第一次感受到 独属人类的情感 那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他的心脏 也在这一刻变得沉甸甸 刚看到范斯指尖的伤口时 小蘑菇瞬间明白了 那天被蚂蚁假骗刺伤的 不是安东尼 而是范斯 而他告诉自己 有些人即使受伤 依旧心存侥幸领埋下来 是因为他想回家 这个人说的 其实也是他自己 想明白一切的小蘑菇 默默接过士兵手中的ID卡 然后小心装进自己包裹里 但在抬起脑袋时 却见那位审判者大人 已经走远了 身后一阵声嘶力竭的叫喊声 引起了小蘑菇的注意 是刚刚被射杀 那个男人的家属 女人不顾士兵的阻拦 对着早已走远的路风 破口大骂 审判者 你不得好死 小蘑菇走到女人身旁 此时女人泪水早已流干 她只是双目无神地 缩在墙角 您不走吗 女人文言瞥了她一眼 那个死的 和你是什么关系 小蘑菇一正 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自己 和范斯的关系 毕竟俩人 从见面到现在 阴阳两格 也只是短短数语 过了片刻 她才开口 她是我的朋友 她救了我 这个回答 一下子让女人想起了往事 她再次戳气起来 小蘑菇看着这幅场景 手中愈发想要捏紧 那张属于范斯的ID卡 这一刻 她忽然感觉自己 心脏沉沉的 她知道 这就是属于人类的感受 初来乍到的小蘑菇 就加入了反抗路上校的组织 这是和老公闹别扭了吗 小蘑菇一路跟随人群 向城内走去 在系统识别成功后 北方基地的真帽 也终于显现在她眼前 她看着这座城市 正正出神 好片刻 小蘑菇才反应过来 她知道自己该走了 她来此事有目的的 小蘑菇跟随人群 踏上一辆列车 这间车厢已经路坐不少人了 大家都在谈论着自己 从外面探险的经历 听着前座俩的男人 有些兴奋的谈论声 小蘑菇猜测 他们此时的心情 应该是高兴的 高兴的人往往不介意帮助别人 于是她怯生生站起身子 先生 六驱怎么去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 男人很大方地 给她指明了方向 在谢过一方后 小蘑菇继续坐了下来 看着窗外的景色 她的内心 却在不停地默念着安泽的住址 外城六驱117号建筑 门牌号0514 可她却忘了自己 只问了六驱的 于是下车后 便再次迷了路 小蘑菇看着偌大的车站 想着 是不是应该再去找个人问下路 也正是这时 一个戴着眼镜的 男人主动透了上来 你好 朋友 你介意了解一下我们吗 小蘑菇看着男人 递出那张 写着反对审判者独裁的纸条 愣了愣了 你知道11号建筑怎么去吗 小蘑菇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就叫他安泽吧 小蘑菇在稀里糊涂间 加入了眼镜男人的反省看者游行 也从男人那得知了 117号建筑的方向 随着越来越接近这栋建筑 那些关于安泽的记忆 再次浮现于脑海 凭着这些记忆 小蘑菇独自来到了一间房门前 然后从身上扯下那张 属于安泽的ID卡 嘀的一声 房门很轻松地打开 小蘑菇见到了安泽的家 这间屋子很小 却也很温暖整洁 他走到桌子前 看着桌子上的小镜子 小蘑菇轻轻拿起 从镜子中 小蘑菇再次见到了安泽 这是属于安泽的面容 却也不是安泽 因为他的眼神 和此时镜中的眼神并不相同 在小蘑菇很小的时候 在那个蘑菇生长的雨季 他被携进了雨珠 打折了军笔 小蘑菇开始像任何一个受伤的生物一样 开始努力地想要长回来 想要活着 再后来 小蘑菇开始有了一些模糊的意识 他也变得和其他同类不一样了 可以控制自己的军思 可以在丛林和旷野间流动 也能感知外面的声音和动静 他成为了一个自由的蘑菇 再后来 他遇到了安泽 安泽曾问他疼不疼 小蘑菇回答自己已经忘记了 安泽又说 要替他取个名字 他说 小蘑菇 那就叫你安泽吧 想起安泽 镜中的安泽不由地笑了笑 小蘑菇第一次得知自己 原来是个毒蘑菇 也终于感觉到 做人类的压力了 小蘑菇一个人坐在窗户前 他在想 接下来该干什么 看着窗外的阳光 小蘑菇不由地伸出了手掌 接着就见疏到雪白的军丝 顺着手掌蔓延而出 小蘑菇扯下一点军丝 然后放进嘴里嚼了嚼 这是种软软的 甜甜的味道 是一种很好吃的味道 可下一刻 小蘑菇就感觉眼前的世界不真实起来 他感觉自己的身子 仿佛沉入了深海 意识却随着温满的阳光 飞向了天际 直到傍晚时分 小蘑菇才缓缓睁开双眼 他是被冷醒了 安哲下意识 爬上一旁的小床 然后用被子裹住全身 接着细细想着 自己是怎么了 他记得自己是吃下了自己的军丝 然后就陷入了昏迷 所以 自己是个有毒的蘑菇 安哲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他该补充能量了 可基地内没有任何一片湿润的土壤 所以他准备和人类一样 通过进食补充能量 安哲去食堂点了一份土豆泥 安哲只剩下九点一时 安哲终于意识到 自己得找到经济来源才行 这时 身后忽然有人叫了他一声 安哲寻声回过头 便见到一个男人站在自己身后 男人再见到安哲第一眼时 满脸惊恐 安哲 你回来了 你不是 男人经与安哲是从小长大的朋友 可小蘑菇为什么会不喜欢他呢 安哲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他想起来了 男人名叫乔西 他是安哲的邻居和朋友 俩人从小一起长大 在小蘑菇的记忆中 安哲是个靠文字为生的人 他的工作 是写一些工人们消遣的小说 散文或者诗歌 然后向基地投稿 不过在三个月前 为了节省紧张的人手和资源 基地撤掉了这个部门 之后的安哲 便准备参加基地供给站的选拔考试 可乔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显得很不开心 因为他一直想和安哲去野外 安哲深知自己的身体素质 不适合去野外 但架不住乔西的软膜硬炮 最终还是同意了 但在野外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面临死亡的时候 任何生物第一反应都是逃生 乔西也是如此 他并没做错什么 可小蘑菇就是不喜欢他 乔西看着安然无恙的安哲 有些不可置信 你的伤好了 你从诗人逃出来了 面对乔西的问题 安哲只是默默看着 可下一瞬 乔西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同 他猛然后退几步 然后指着安哲哆嗦道 不 你不是安哲 你是一种 安哲不想理会 他默默从对方身边走过 抱歉 我不小心吃了毒蘑菇 记不清你是谁了 说吧便掏出ID卡 准备离开 可下一刻 乔西一把按住安哲的肩膀 你真的是安哲 可是你 安哲再次沉默下来 过了片刻 才将怀中的检测报告 递给对方 直到此刻 乔西才接受 安哲从深渊逃回来的事实 安哲是个安分手挤的小蘑菇 安分手挤的蘑菇 不会违背任何物种的法律 所以他只需要学习 基地生活规律就行了 面对乔西的疑虑 安哲只表示 自己被人救了 其他的都忘记了 乔西还是有些不甘心 他想问安哲 究竟忘记了多少 安哲不想和对方纠缠 再次表示自己全都忘记了 并且不希望对方 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乔西愣住了 在他印象中 安哲是个很温柔的人 从不会对自己这样 安哲不知该如何回复 俩人就此沉默下来 好片刻 乔西终于作罢 再表示自己明天 再来看他便准备离去 安哲 我们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在乔西离开后 安哲一个人蜷缩在小床上 一股悲戏感 忽然涌上心头 只有他自己知道 安哲已经是一具白骨了 所以 乔西不会是安哲最亲近的人了 而他自己 也会在找到包子后返回深渊 回到那个安静的山洞 然后扎登在安哲的身边 就此度过余生 在想到包子时 小蘑菇忽然记起那枚蛋壳了 他浑身摸索一阵 好在蛋壳并没弄丢 但为了以防万一 安哲还是找了根小绳 将之串起 戴在了脖子上 看着桌面上 整整齐齐摆放着许多书籍 安哲从中抽出一本基地手册 这本册子前面 都是在讲基地的法律法规 但小蘑菇觉得 他是个安分手挤的蘑菇 并不会去触及这些 所以他不要看这个 直接跳过 去看了生活规律 从手册中 他了解了基地居民的生活方式 很简单 只要在规则下 躺在房里吃饭喝水就行 可如果吃饭食堂 就会扣自己钱 这可怎么办呢 或于生存压力的小蘑菇 最终还是选择打工来养活自己 可从未了解人性的他 真的能如此顺利吗 安哲明白 虽然自己在基地是自由的 但为了生存 他还是得找一份工作 在翻阅手册时 小蘑菇了解到 三号供给站对面有个自由市场 那里或许可以找到工作 他准备明天就去看了 之后 小蘑菇又翻出一本 名为供给站考核手册的书 在手指接触这本书的一刹那 他脑海中 那些属于安泽的记忆 变得无比清晰 房间内各个角落 都有他抱着这本书学习的画面 看来对安泽来说 去供给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一年后供给站有个考核 如果自己那时候还活着 就去试一试 这样的话 等他回到山洞后 就可以告诉安泽 那里是什么样的了 次日一大早 小蘑菇就乘坐列车 去了自由市场 出来炸道的小蘑菇 被这里喧闹的环境 吵得脑袋有些萌萌的 在他懵圈之际 一对貌似情侣的男女 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小孩 看什么 过来学喝酒了吗 女人听言赶忙提醒 根据基地规定 未成年不能喝酒 男人却有些不羡 喝就喝了 难道会被审判者带走吗 俩人的调侃 让小蘑菇有些不开心 他想告诉对方 自己不是未成年 可接下来 这对情侣相拥接吻的画面 还是让小蘑菇 面红耳赤的逃离了现场 出入黑市的小蘑菇 就遇见了难题 眼前这位夫人 似乎对自己并不友好 小蘑菇发现 黑市越往里走 外面摆的摊子 也越来越少了 在他愣神时 一个男子 拿着一部手机凑上前 新出土的智能机 有电可以开机哦 要看一下吗 给你打九折 安折想拒绝 但男人依旧不依不挠 你有手机啊 那你需要充电宝吗 我没有钱 在安折说完这句话后 男人手上的动作 立马顿住了 半赏才叹口气 没钱来什么黑市 安折表示 自己想来找份工作 并问对方知道 可以去哪找吗 男人看着安折成因议会 接着便指向一个通道 看你资质挺好的 从那边下去 地下三层 找老板娘 安折谢过对方后 便顺着男人 指的方向 来到地下三层 刚到这儿 一鼓一箱 让安折忍不住捏紧了鼻子 顺着这条有黑的空道 一直往里走 不知过了多久 一阵窃窃嘶语声 让安折顿住了步子 在听完暗处的交谈后 安折直接正住了 他想起了 霍森欺负自己时说的话 也终于意识到 地下三层意味着什么 安折觉得自己该离开这儿了 可一个转身 却撞进陌生人的怀抱 待小蘑菇抬头 看清眼前之人的面容时 更是错愕不已 眼前站着的是一位女人 准确来说 是一位风情万丈的女人 她那本就魅惑众生的眉眼 在那一袭红裙的映衬下 更显几门风采 可那件皮质外套 与手中那根随意夹着的香烟 却又让女人在魅惑之中 增添几分洒脱之色 小蘑菇感觉自己 好像进入了某个组织 现在的她 真可以说是身不由己了 小蘑菇被她的话下的连退几步 赶忙表示自己 只是走错了路 对此 女人显然不相信 因为黑市二楼是赌场销金窟 她可不信 眼前这位小朋友的目的地是那儿 小蘑菇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是紧张地盯着眼前的女人 女人看出了她的不安 出声安慰她 不用害怕 自己不会吃了她 那您可以让我走吗 这话让女人感觉有些可笑 只有走投无路的人 才会来三走 她不信对方离开这儿 还有什么更好的去处 所以 也只是将对方的说辞 归结于 被这里的环境吓到了 她表示 对方不用待在这儿 自己会送她一个大房间 谢谢 但我真的走错了 我只是想找个普通的工作 然后有人告诉我 我来地下三层 女人有些意外 黑市只有地上一层能见人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小蘑菇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 我现在知道了 女人却依旧没打算放过小蘑菇 基地法律不保护黑市 来到三层 没人能够出去 不过算你走运 萧老板的作坊缺人手 她要你 你就跟她 她不要你 后面的话 女人没有再说 而是让小蘑菇跟着自己 不多久俩人来到一扇门前 女人亲扣几下 萧老板 跟你谈了生意 在说完这句话后 门便被打开一道缝隙 从里露出一位老者 杜塞 希克呀 小蘑菇终于找到工作了 没想到她的第一份工作 居然是做娃娃 杜塞再见到萧老板 第一眼就没废话 听说您徒弟喝酒死了 正在找下一个 您看看 我家这小孩怎么样 萧老板仔细打量一番 哦 看起来很听话 闻言 杜塞笑容满面 实际上也很听话 我看他第一眼 就觉得萧老板会喜欢 之后 萧老板让小蘑菇伸手 再看了一眼后 更好奇小蘑菇的来历了 他不信这种小孩 会舍得往三层跑 杜塞一脸隔夜地 表示自己骗来的 这时 萧老板又让小蘑菇 慢慢握拳 虽然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只有五根手指而已 这可比控制成千上万的君丝容易 一旁的杜塞 见到小蘑菇的动作 很是惊喜 萧老板 一捡到宝了 他的手比你上一个徒弟还稳 萧老板见状表示 自己先借用几天 好用的话就收下 小蘑菇听到好用这个词时愣住了 他在思考 什么叫做好用 杜塞看出了小蘑菇的不安 别忙安慰 别怕 萧老板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但他手艺很贵 萧老板听言立马反驳 我可是这座基地最大的好人 说吧 便让小蘑菇先进店里逛逛 他和杜塞 还有话要说 小蘑菇独自走进店内 这间房子里 摆放着许多不知名的道具 但眼下他更在意的是 门外俩人的交谈 他隐约听见 似乎是和审判者有关 可小蘑菇不明白 审判者又是怎么和黑市扯上关系 你敢想象 高冷的路上笑也有 被人做成娃娃的一天吗 原来 杜塞找萧老板 是想让他替自己 做一个审判者的人偶 为此 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萧老板听言 只是笑了笑 便不再多说 房内的小蘑菇 这时脚下一僵 低头一看 是一只假手 他蹲下身子 用手戳了戳 在抬头瞬间 他又挣住了 面前竟然摆放着 一具栩栩如生的假人 小蘑菇愣愣地盯着这只假人 门外的萧老板 也不知何时回来了 他淡淡的 像吧 给你开个灯 看得清楚些 随着啪哒一声 这具假人在灯光的映衬下 更加微妙微笑 萧老板也终于解释起 这具假人的来源 A2137拥兵队的 头尔哈伯德 他曾是拥兵队里 最厉害的几个人之一 而眼前这个人 就是他的富度 小时候一起长大 二十几年的过命交情 可却在上次出野外 人死了 一块尸体都没留下 在他死后的第三个月 哈伯德找到萧老板 花费了大半身家 向他买这个人 萧老板接下这个活 自然不敢出错 眼前这个人偶 除了不是活 其他都一模一样 毕竟人家下半辈子 就要看着这么一个假人过活了 萧老板曾是做那种生意的 后来外面越容易死人 人就越容易发疯 他的手里也就值钱了 毕竟是给活人下半辈子 留个念想 说吧 他轻开了拍小蘑菇肩膀 你好好跟我学 过上十年 比所有佣兵都要值钱 小蘑菇忍不住问他 那您要做审判者吗 萧老板当即表示 怎么不做 审判者大人忙着杀人 他才懒得管这种货事 小蘑菇终于找到 有关包子的线索了 安哲在店里工作的第三天 萧老板忽然通知 哈伯德过来取人偶 在挂断电话后 他小心翼翼 从柜中取下人偶 放在椅子上 小蘑菇忍不住侧目看去 那端坐在椅子上的人偶 这一刻仿佛活过来似的 不多久 门之鸭一声被打开了 从门外走进一个 神情低迷的男人 此人正是 A2-137拥兵队的队长哈伯德 他那本暗淡无光的毛子 直到触见椅子上的人偶 便彻底震住了 好片刻 直到一旁的萧老板咳嗽一声 还让他从那种状态走出 回过神的哈伯德慢慢走近 在快触及人偶面旁时 又呼得顿着 他慢慢收回手 然后对一旁的萧老板 说了声谢谢 不谢 还得谢谢哈伯德先生 给的数据足够 需要我帮你放进箱子里吗 男人谢绝了他的好意 接着亲手抱起人偶 放进箱子里 一旁萧老板好心提醒一句 人偶每两个月维护一次 到时候送来就可以了 有什么新手艺 我就再给他用上 哈伯德却好像猜到了什么事了 萧 斯科特从不做赔本生意 文言 萧老板尴尬的笑了笑 哈伯德队长神通广大 我就不行了 前几天接了的大单 那人数据不好找 想拜托你 说着就伸手 比划了的枪支的手势 哈伯德顿时明白过来 他愣了愣 转身准备离去 这时 小蘑菇忽然拦下对方 然后拿出挂在脖子上的那枚蛋壳 先生 您知道这是哪里的东西吗 哈伯德文言 仔细看了看才到 供给战和黑市 没有这种信号 这是军方的东西 小蘑菇在遇路上笑 这位路上笑 似乎很不喜欢自己 今天是小蘑菇打工的第三天 小老板夸他眉毛中的好 提前让他下班了 并且还预付了一个月的工资 所以 小蘑菇现在有60块 他准备去黑市一层喝土豆汤 当来到一层时 他发现今天的气氛明显不对 今天的人数比以往几天少了许多 并且 大家看起来都很紧张的样子 虽然内心疑惑 但他还是准备先去喝土豆汤 在接近摊子时 小蘑菇神情一紧 接着转身就准备逃跑 可紧接着一声回来 就让他止住了脚步 安哲只能自认倒霉地转过身子 他也终于想起来 今天是审判庭的日常巡防 陆锋盯着小蘑菇冷冷道 肢体动作僵硬 动作回避 记一分 一旁助手听话地 在本子上写上几句 安哲顿着 他看了眼陆锋 可在接触对方眼神时 又快速撇开了 陆锋接着道 眼神闪躲 记一分 安哲发现 眼前的场景和萧老板带涂地势很像 但不同的是 萧老板会寻寻善诱的教导 陆锋的教导方式 却有些吓人 陆锋看了眼助手 询问他结果 助手恭敬答道 回上校 综合各项指标 受神者属于人类 具体指证原因是判明 陆锋勾勾勾唇脚 安哲第一次看见他笑 虽然这个笑容微乎其微 这是小蘑菇 第一次见陆上笑生气 所以是 发生了什么呢 陆锋掏出手枪轻抚着 你在这里干什么 安哲如实回道 我在这里上班 一层还是二层 安哲愣了数秒 回了去三层 一旁助手刷刷 记录着俩人的谈话 语言审问无异常 受神者属于人类 文言 陆锋呼的转头冷冷盯着他 过了片刻才闭上眸子 你可以走了 小蘑菇在说了句谢谢后 赶紧从他身边溜走 他又去了那间豆汤 垫点了一份土豆汤 今天他 真的很想喝这个 虽然这里的土豆汤 价格是居民区的三倍 但差别也很明显 这里有肉末 牛奶 并且 汤也浓稠很多 要是身边没有审判者 就更好了 安哲在喝完后起身想离开 面对一旁住宿的审判者 他内心的想法 却是最好能不引起一丝波澜的 从他身边走过 可终究事与愿违 在俩人交错的一刹那 安哲忽然听到陆锋 骂了句废话 这让他吓了一跳 似乎要发生什么大事 他也不敢再去耽搁 急忙来到车站准备回家 随着列车到站 车内乌泱泱的人群 纷纷下车 广播这时也想了起来 他告知后车的众人 因为设备出了故障 所以得全部在车下分散等待 人群在听到这一通公告后 开始纷乱起来 大家开始纷纷朝着一个方向逃去 安哲看着这莫名的一怒 虽内心疑惑 但还是决定先跟着众人走再说 一种混入基地 杜夫人对陆上校竟有别样感情 纷乱的人群挤得安哲 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身后一个身影撞向了他 安哲回头一看 是黑市三层的杜夫人 他想去说些什么 但杜夫人似乎很着急 一把拉起安哲就跑 深夜 广场边缘整齐停放着一排装甲车 他们与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 合力将这座广场所有出口 进阶围堵起来 安哲反应过来了 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式呈防锁 他伸手拍了拍杜夫人后背 帮他顺口气 他们是怎么了 闻言 杜赛眸光不自觉瞥向不远处 那些愈发癫狂的居民 有一种混进来了 车里肯定有一种 进车排查花的时间太长 一种发作起来 如果不及时打死 溢死就会是几个车厢的人 分散出来好排查 不过很久没发生这种事了 这次连审判者也没认出来吗 说到这儿 杜赛面色不由紧张起来 安哲解释 审判者今天在寻防 他也意识到 陆峰刚刚刚对通讯一说废话 应该也是因为这件事 杜赛一把抓住安哲 他在这里吗 似乎是为了印证安哲所说的真实性 在杜赛问完这句话的下一瞬间 就见空中划过一道流光 接着砰的一声 落在不远处 一个男人的肩膀上 安哲紧盯着流光的源头 在黑夜与火光的映衬下 两条修长的身影 自暗处慢慢走近 杜赛被寄生 路上笑冷漠执法 随着装甲车上的美光淡扫过 几名被一种寄生的人类 顷刻间化为交尸 杜赛在看见这一幕时 却不由地握紧了身旁的安哲 因为这几名一种离 有一个就坐在自己身后 不过他没攻击人 自己应该没事 说吧 杜赛转头看向城门口 眼底随之浮现一丝追忆之色 五年前上笑就就过我一次 在城门口和现在差不多 听着他的回忆 安哲对路风这个人 似乎更了解了些 这座基地内 有人会对路风恨之入骨 但也有人将他视为信仰 几分钟后 路风带着助手走向几具交尸 就见他单膝跪定 接过助手递来的刀后 便面无表情地划开 其中一人的杜赛 安哲和杜赛因为位置的原因 很容易就能看见现场的警醒 安哲觉得那像是昆虫的幼体 或许是蜘蛛一类的东西 路风在见到这一幕后 眉头一蹴 随即干净利落地划开 整个石道和喉管 一种幼体源源不断从中涌出 路风立刻起身 将手套脱下 丢在尸体上 寄生类 高度扩散可能 全员排查 杜赛整个身子呼得软了下去 安哲赶忙扶住他 此刻杜赛整个身子 止不住地颤怒 他想起自己刚刚说过的话 那个人刚刚坐在我后面 路风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异常 他的目光停留在杜赛的脸颊上 安哲循着他的目光看去 就见杜赛额头上 出现一个很小的水泡 水泡里面的东西在微微蠕动着 杜赛伸手摸向被寄生的地方 他的眼神死死盯着 向自己走来的路风 看着指向自己的枪口 他终究是绝望地闭上双眼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 杜赛整个身子向前倒去 一阵沉闷的声响过后 这位风华绝代的杜夫人 最终还是倒在了五年前的那一天 小蘑菇真的不喜欢路风这个人 他太可怕了 在杜赛死后的第一时间 几名士兵便来处理了他的尸体 安哲看着周围人们惊恐的神情 他感觉人类基地和深渊 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这里同样充满恐惧 人们会因为内心的猜忌而发生争执 最终演变为大打出手 再接着留一声枪响来结束一切 整个广场再次陷入死寂 安哲想看路风去了哪里 在瞥眼之间 黄红色的蛋壳 他下意识摸了摸胸前 好在自己那枚并没有丢 安哲快步向那枚蛋壳走去 这一举动倒让一旁的男人吓了一跳 靠 离我那么近干嘛 安哲解释道 对不起 我有东西到了 在拾起蛋壳的一瞬间 他就镇住了 手中这枚蛋壳无论是重要 花纹 大小都和自己脖子上的那枚 没有什么区别 他将蛋壳紧紧握在手心 细细想着刚刚所发生的事 刚才路风在射杀顿赛时 似乎就站在这个位置 或者不远处 然后他开了枪 那这枚蛋壳 就是属于路风的 属于审判庭 那自己这枚呢 也和审判庭有关吗 如果是审判庭 自己就不能直接去问 那样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魔物 不等他再去多想 广播声再次响起 他告知众人 缓冲时间已经结束 让大家有序排队 接受感染排查 人群里有个小孩 对此很不解 不明白为什么要等三十分钟才排查 一旁父亲告诉他 刚被虫子钉了一口 是看不出是否被感染的 审判庭说 感染三十分钟后 就能判断出来 那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听说他们想杀谁就 不等孩子说完 父亲一把指住孩子 闭嘴 你想现在就被枪毙吗 安哲站在人群里 听着一声声枪响传来 他心里默默数着每一声枪响 慢慢的 他看到了靠在石柱旁的陆锋 一直到第七十三声时 现场只剩下安哲一人 陆锋将安哲细细打量一半 手里是什么 安哲顿了顿 然后乖乖伸手 露出手心的蛋壳 陆锋没说什么 俩人就此陷入一种异样的氛围 好片刻 陆锋才到 走吧 安哲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 不过自那次一种事件后 基地的防御措施 比以前更年了 萧老板对新收的这位徒弟 也颇为满意 眉毛练得怎么样 你多看看照片 保证准确度 安哲硬了声 这时 萧老板又忽然笑了起来 哈伯德在黑市手眼通天 搞到几张审判者的照片 不是什么男生 现在连存着审判者照片的平板 也是我的了 陆锋实在太可怕了 就算是人偶小蘑菇 也被吓得不敢入睡 萧老板对哈伯德的办事效率 很是满意 虽然没有搞到具体数据 但照片拍得好 也能做得差不多的 他将陆锋的照片看了又看 终是忍不住感叹一句 这张脸真能让女人疯狂 你喜欢他吗 安哲听言顿了顿 他不知道萧老板为何这么问 但眼下的他 对陆锋只有恐惧 我不喜欢他 闻言 萧老板脸色顿时一板 那你是反对党了 我最讨厌反对党 我上一个徒弟就是 他拿着我的工资 竟然游连 每周都请半天假去游行试问 安哲解释自己 没想去反对党 但萧老板却懒得再听下去了 我不管你是反对党 还是拥护党 只要不请假就可以 小蘑菇立马表示 自己不会请假 得到保证的萧老板 终于笑了起来 不愧是我的好徒弟 安哲见萧老板 心情好了起来 忽然开口问他 自己可以住在这里吗 这让萧老板一愣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安哲不知该如何解释 我的邻居 他总是 不等安哲想好合适的措辞 就见萧老板挑挑眉毛 他想和你上床 安哲赶紧否认 并不是 他只是一直想接近你 萧老板只能感叹 自己这位徒弟太过天真了 这和他想和你上床 有什么趣 安哲感觉还是有的 他们曾经是好朋友 是一起长大的邻居 他在外面当佣兵 自己则是给城务所的报纸投稿 俩人平时会互相照顾 后面自己想考供应战 但他却不让自己考 说太难了 他让自己和他一起去野外 做一点轻松的工作 安哲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萧老板失笑一声 你考上供应战后 获利平民 出人头地 他怎么办 他这辈子就是个普通佣兵 你还会和他一起过吗 说不定 你一进去 就能勾搭上供应战的高官 这样 他可站不住你了 小摩不知道 安哲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回答 我不会 你不这样做 他也会这么想 谁能说得准呢 人心就是这么难看透 所以 千万别和这种 没出息的人搅在一起 安哲在听完 萧老板的一番说教后 更觉得他是个好人了 萧老板就像深渊群居 怪物中的长辈 能给年轻一辈 提供人生指导 而萧老板 这次也没付安哲的期望 他同意了安哲的进行 你呢 好好在三层留意着 找个大佣兵队的头 哈伯德那种级别的 保管他 见了你就可 他要再来 就喊你男人揍他 不是男人也行 A2-104的女队长 见了你肯定喜欢 萧老板依旧在独自叨叨着 安哲忽然站起身 走到他身旁 审判者的手指 比这个要长一些 这话一下让萧老板 闭上了嘴 赶紧骂骂咧练回去反攻 从今天开始 安哲就住在了三层 可今晚的他 却怎么也睡不着 只因路风的人偶 在他的雕琢下 太过微妙微笑 这使得他有些郁闷 安哲下床 将人偶转了个像 然后推到一个 自己看不见的角落 这才安心回去睡觉 果然没有了 路风人偶的注视 安哲很快进入了梦乡 一日 萧老板一大早 就吵醒了睡梦中的安哲 你怎么又把上校 搬到一边去了 安哲睡眼轻松地解释道 他在旁边我睡不好 这让萧老板气个半死 就见他 走到安哲床边 用手使劲敲个敲他脑袋 你事情还挺多 前几天不还能抱着人头睡吗 安哲不说话了 但在他心里 路风可比人头可怕 所以 小蘑菇再次将自己裹进被子里 路上校的人偶终于完工 可小蘑菇却害怕起来 还是拿帽子将他遮住吧 安哲最终还是爬出被窝 然后开始慢吞吞穿起衣服 一旁萧老板见状 不由叹了口气 算了 我看你也别出去勾搭佣兵了 就跟我好好干吧 小蘑菇不解 萧老板摇着脑袋择了声 你这小模样 不行 那些佣兵痞子 他们会欺负我 小蘑菇更猛了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我 萧老板终于忍不住 凑近敲了下对方脑门 好玩呗 对此 小蘑菇只能委屈地捂住脑袋 他感觉萧老板 刚刚已经在欺负自己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安哲已经制作人偶有30天了 也就是说 今天之前 他们得将人偶送货上门 安哲仔细检查了翻自己重的头发 确保没有丝毫问题 眼下就只剩下制作人偶的眼睛了 陆峰的眼睛很漂亮 在光下时 是一种冷冷的绿 像冬天里透明泛白的冰块 冻住绿叶的颜色 而在晚上昏暗的光线里 却又是一种深浓的墨鱼 就像夜色里的湖泊 安哲细细回想着 当萧老板调制的颜色 与自己记忆中相重合时 他开口提醒萧老板 已经调制好了 这股眼力 让萧老板不由赞叹一家 安哲没说话 只是将模具递给萧老板 看着他将胶体灌入其中 接下来等待冷却 等成型后再嵌入眼白中 最后安装上去就好了 安哲静静静看着 端坐在椅子上的陆峰 没一块 他就感觉自己有些紧张了 眼前的人偶和陆峰本人 实在是太像了 他不敢再看下去 从一旁拿起军帽 然后一把扣在人偶的脑袋上 一旁萧老板没察觉 小蘑菇的动作 还在感叹 自己这次做工的完美 等会再找乐森送 就更完美了 因为他便宜 可打了好几个电话 也没人接听 无奈 萧老板只能给哈伯德 打去电话 这次电话那头 却传来对方 已经离开基地的留言 萧老板顿感不妙 一把拿过平板 情况不大对 赶紧把握脱手 今晚没别的事 你跟我一块去送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平板上的照片 快速删除 俩人很快来到六区 安哲和萧老板 搬着箱子上楼 安哲发现 他们这一路上遇到的女性 都是高大硬朗的 且大多数都留着短发 这和杜赛很不一样 杜赛漂亮 柔软 这样的柔软 即使在地下三层 也很少见 他很特别 萧老板似乎也察觉到了 小蘑菇的异常 一丝悲凉 没有第二个都在了 俩人寻着送货地址 来到十二号房门前 小蘑菇敲了敲门 您好 我们来送货 房内竟敲敲一片 小蘑菇又试着敲了几次 毫无例外 都没人回应 萧老板终于忍不住了 上前用拳头砸了几下 有人吗 地下三层送货 这时 一个中年妇女迎面走来 经过一番询问 才得知 十二号驻步已经死了 萧老板愣了片刻 神色愈发慌张 死了 那我都违款谁付 这显然不是 女人该操心的事 他随口道 审判者杀的 你去找他付 这句话 让一旁的安折一证 他似乎猜到了什么 赶忙问女人 十二号住户的姓名 女人沉默数秒 吐出杜赛二字 小蘑菇遭遇纠 陆上校及时赶场相救 并留下了自己的通讯方式 小蘑菇陪萧老板送货 到地后 才得知雇主是杜赛 俩人都沉默下来 萧老板忍不住撇头 看了眼身旁的箱子 半赏才到 你知道这一单多少钱吗 听言 小蘑菇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比哈伯德那一单价钱还要高 他玩了那么多男人 没想到也有真心 小蘑菇却有些猜到 杜赛动心的原因了 因为他曾经告诉过自己 审判者救过他 对此 萧老板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没想到 就连杜赛这种 从小就在男人身上 混饭吃的女人 在感情上面 也会这么傻 居然到死 也不明白一个道理 在他看来 审判者这种没有感情的人 就算救他 也是因为要杀一种 说吧 萧老板再度骤起没头 现在最让他担心的一点 就是杜赛已经没了 手上这批货 又该怎么办 万一再被发现 审判庭肯定会找自己麻烦 安哲提议 不然直接带回店 可紧接着 萧老板就摇摇头 绝对不行 靖森突然联系不上了 我怕有事 说吧 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忽然转头看向安哲 我记得 你家也在六区 既然你不在那边住 也不怕被人看见 这样吧 今晚你先带货回去 放你家 等过几天 没人查的话 再找营接盘 安哲有些猛 可萧老板却不再给他考虑的时间了 在看了眼手表后 便匆匆道 我得先回去了 快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 最终 独留下安哲愣在原地 他CPU稍稍运作了下 便点了点头 同意了这个办法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本就不在家里住 人偶只要暂时锁在那里就好 没问题的 于是乎 就出现了下面这个略有些滑稽的场景 安哲拖着比他整个人还大的箱子 在走廊内 步态蹒跚地移动着 他也终于意识到问题了 这个时期的人偶 实在太重了 好在六区市环形区域 13号和117号 并不算远 他磨磨蹭蹭好半天 总算到了单元门口 可紧接着 又陷入了另一个难题 他该怎么把箱子抬上五楼去呢 这段犹如天谴的路程 让安哲彻底断了希望 他只想好好休息一会 再去想其他的 而也就在他休息的功夫 暗处一个人影 朝安哲迅速蹲下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 就将他一把抱住 安泽 我从窗户里看见你 立刻就下来了 你去哪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一直在找你 你不许再走了 面对乔西一连串的问话 安哲不想理会 只想尽快挣脱对方 可乔西在察觉后 非但没有松开 反而抱得更紧了 他以为对方还在生自己的气 安泽 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我爱你 听到这话 安哲感觉肖老板好像说对了 这人就是想和安泽上床 于是淡淡回了句 谢谢 我有人了 乔西听言却笑了起来 真生气了 你生气的时候 就是喜欢故意气我 安哲实在不想再和这人 继续纠缠下去 于是再次挣扎起来 俩人纠缠之际 只见一道流光滑过 乔西被吓得一个机灵 赶忙松开安哲慌张地 望向子弹人头 安哲也看了过去 在建筑的阴影下 他发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 安哲知道他是谁 只有军方的人能在城内合法持枪 而在军方的各个机构里 又只有一种人能够随意开枪 看来 今天他又撞着路审判者的城内巡防了 陆峰快步走至俩人身前 是你什么人 安哲回了聚邻居 听言 陆峰湖泊般的眸子 慢慢转移至乔西身上 面对审判者的审视 乔西温身将命 好在对方并没做什么 在扫尸了几圈后 就将眸光重新转向安哲身上 AD4117 我的通讯号 下次再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你愿意联系我 他将以猥亵罪被逮捕 安哲点点头硬了声 本以为对方会就此离开 不想下一刻 就见陆峰将手搭上了自己的箱子 安哲心跳呼的漏了一拍 可紧接着就听到了 陆峰那略有些冷淡的声音 帮你拿上去 陆上校略施小技 就让小蘑菇的秘密全部显露 面对上校的好意 安哲却是吓得浑身一紧 他赶忙准备去夺过 对方手中的箱子 不 不用的 我自己可以的 陆峰并未松手 可以 你住一楼 安哲立刻表示自己 虽然住在五楼 但也是可以拿上去的 听言 陆峰轻轻呕了声 拇指也随之摁在了安哲的手上 接着轻轻一拨 安哲手掌顺势被一下顶开 陆峰再次向安哲确认了一番楼层后 便提着箱子大步向单元楼走去 到这时 安哲才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在不知不觉中 又一次将所居住的楼层给出卖 无奈 他也只能跟上 不过在快进楼时 他还是瞥了乔西一眼 就见对方留着冷汗站在一旁 丝毫不敢动他 小蘑菇感觉萧老板 确实是个知识渊博的人生导师 他又说对了 只要自己身边有厉害的人 乔西就不敢靠近 即使审判者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楼道内只剩下陆峰军靴的哒哒声 这有些出乎安哲的意料 他本以为对方会问箱子里装了什么 但对方却什么都没说 此刻他们之间只有两种声音存在 军靴踏地时的声音 和自己跳动的心脏声 房门打开 安哲率先进屋 打开了放置于桌角的台灯 随后学着人类的礼仪方式 对门外的陆峰说了声请进 陆峰一边摘下军帽 一边提着箱子走进小屋 在将箱子提进房间后 便靠在了门边 小蘑菇看出来了 他似乎没有想走的意思 于是试探着问道 您要继续寻房吗 陆峰依旧双臂玩抱于胸前 淡淡回了句不用 他就那样毫不掩饰地看着安哲 直到安哲感觉有些不自在 而转过头 他有些猜到陆峰留下来的动机了 他是不是还在怀疑自己不是人 所以留下来找自己的破绽 想此 他尽量保持着冷静 那您一会儿去做什么 回城房所休息 安哲接着问道 您不回审判庭吗 陆峰简单解释 因为太远了 俩人一味一打紧回合后 就消耗掉安哲所有能谣的话题 他也终于忍不住了 鼓起勇气 撇头看向陆峰 那您什么时候去 陆峰呼得沉默下来 静静看着对面的安哲 安哲下意识垂下眼尖 他有些后悔 问出那个问题了 对方不会找自己麻烦吧 所幸 这只是自己的猜想 陆峰在沉默片刻后 只是命令自己去给他倒杯水 安哲立刻答应下来 不过到了饮水机前 他才想起 自己没问陆峰 喜欢喝热的还是凉的 纠结一番后的安哲 最终还是摁下了代表凉水的案例 要是这里有冰水的话 安哲想自己肯定会给陆峰寄一杯冰水 他是一点也不想回去 面对陆峰 审判者帮自己拎东西 只是为了喝一杯水吗 难道他在外面寻房一晚上 口渴了吗 这种经历 要是明天告诉萧老板的话 他肯定会告诉自己 对方是想和自己上床 不过紧接着 安哲就察觉到了不对 静森失联了 萧老板不敢把箱子带回店了 而审判庭都是劫队出行 今天却只有陆峰一人 还恰好在自己家楼下 以前有什么异常都会被他发现 今天却根本没问箱子里是什么 这很奇怪 他甚至觉得 方可能是来抓自己的 想此 安哲立刻掏出手机 准备给萧老板打个电话 可不知什么原因 通讯器上却显示无法接听 也正在这时 屋内陆峰的一声进来 让安哲彻底正逐 没有退路的他 只能硬着头皮推门而入 小蘑菇双手端着杯子 小心靠近 上校 您的水 陆峰没有动作 面色却愈加冰冷 安哲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转头一看 就见陆峰已经坐在了自己书桌前 而自己前段时间 参加反审判者游行的横幅 正好被他拿在手中 老蘑菇被关起来了 而原因则是 涉嫌猥亵了陆上校 安哲在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被发现后 一整个绝望中了 他小心翼翼将杯子放在桌上 您的水 听言 陆峰放下手中那张反抗自己的横幅 将水杯拿起 放在唇边清明一口 凉的 小蘑菇被吓得赶紧认错 陆峰却没再说话 半晌才再次撇向安哲 犯了什么罪 安哲低垂着脑袋 没有给上校接热水 可紧接着陆峰就表示冷水也可以 听言 安哲接着道 参加非法游行 但陆峰又回了句不至于 至此 安哲的心彻底凉了下去 如果这些都不算犯罪的话 那自己所犯的罪 只剩下那个了 可这座审判者的人偶 又应该是什么罪名 安哲有些后悔了 他当初应该好好看一下基地法律 即使自己是个安分守己的蘑菇 用于那种不太好用途的人偶 应该是 安哲想了好多个罪名 可最终还是觉得 应该是尾泻最合适 陆峰嘴角轻轻勾起 眼底也随之浮现出打趣之意 看过基地法律吗 安哲很诚实地摇了摇头 没有 陆峰一下子沉默住了 过了片刻 才对安哲道声 过来 听言 安哲虽不情愿 但还是乖乖往前走了一步 陆峰又断 伸手 安哲顺从地将双手伸出 可紧接着陆峰又说了句 莫名其妙的话 放上来 小蘑菇顿时蒙圈了 放哪里 陆峰言简意该回了句 我身上 安哲虽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乖乖伸手贴上陆峰胸口 下一瞬 就见陆峰不知 从哪掏出来一副亮银色的手铐 一下子靠在了安哲手腕上 猥亵罪 安哲顿时蒙了 愣愣地看着对方没再反应 这时陆峰又掏出通讯器 抓捕完成 缴获围巾物一箭 过来接应 安哲就这样被带到了一个黑漆漆的房间 四周除了冰冷的墙壁 就是铁人了 他意识到 这应该就是人类口中的监狱 陆峰站在门口 但莫道 明天审讯 你有十个小时准备辩词 安哲握着铁门 委屈至极 我没有辩词 陆峰视若无睹 嗓音依旧淡漠如常 我想也是 好好休息 说吧便转过身子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独留下安哲巴这铁门 留下一地铁窗外 这时 暗处隐隐约约传来一道声音 我就说吧 一个都少不了 哈伯德怎么突然出野外了 不然也少不了他的劳烦 他要我偷拍的 你俩坑死我了 出去之后赔我钱 这道声音过后 紧接着又响起一道声音 一找杜赛去 他下的单 尾款还没付呢 安哲听出来了 这是萧老板和静森的声音 寻声望去 一眼便见到了对面俩人 这时静森也注意到了安哲 他双手玩抱无奈道 我正好好迈着手机 就被审判庭的人抓了 而相比静森 萧老板也好不到哪去 原来 在和安哲分开之后 他还没进车站 就被抓了进来 静森忽然又问起安哲 你呢 你怎么被抓的 安哲听言沉默下来 他不想去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问起了萧老板 师傅 我真的让人很想欺负吗 萧老板肯定的 你才知道 不过 你问这个干嘛 安哲依旧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再次转移话题 你们犯了什么罪 萧老板有些无奈 还用说吗 非法窃取审判者信息罪 这个回答让安哲更加沮丧 这样的吗 萧老板看出了对方的不对劲 疑惑道 怎么 难道你不是 安哲心虚不已 但还是硬着头皮回了句室 不过萧老板早已看透一切 说话都变掉了 有人欺负你了吗 安哲赶紧摆起自认为 最理不得脸色 没有 本来コ信念 我开心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 是 我恨去那挺好